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潜在的危险 面对危险人们通常都会感到恐惧 这种感觉不太好 所以人们一般都不太愿意谈论它 但事实上人类所有的情绪体验都具有价值意义 恐惧其实也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因为它能够迅速激发我们的直觉 敏锐地感受到危险 除了保护好自己 在这咱们要先说一下直觉 长久以来直觉都不太被重视 它被视为情绪化不合理性的代名词 如果一个人用直觉来解释处境忧虑 他身边的人一般都不相信 因为大多数人更愿意相信理性的思考 思考是按照逻辑去分析推理环环相扣 一步接着一步让人感觉踏实 不过思考也有问题 那就是思考它需要有一个过程比较费时间 在危急的情况下很难快速发挥它的作用 相比之下直觉 它将人类的求生本能直接和外部环境连接 摆脱了理性思维的束缚 能够飞速地对周遭环境进行评估 并及时地做出反应 事实上人们经常依靠直觉行识 你比如走进一个气氛紧张的会场 也不用别人提醒说明 你就能感受到空气当中那剑拔鲁张 还有啊不少年轻人一见钟情 那依靠的呢也是直觉 对于这些人们也解释不清楚 那到底是为什么 但是感觉好像就应该这么做 虽然人们无法用语言来说明原因 但是呢大脑早就把一切都做了决定 只是它在促使我们做出行动的时候 没有给我们逻辑思考的时间 于是在人们看来 那就成了神秘的直觉 对此有人说呀 大脑就像是一名优秀的舞台管理者 我们在台前演出的时候 它已经在后台处理好了一切 我们每看到一件新事物 大脑所有的感官都会被调动起来 用以评估眼前的事物 然后将有价值的信息传递给我们 其中那就包括不少 让我们从危险中逃离的信号 比起最精妙的计算机运算直觉的作用 它这个过程啊更卓越 更符合自然规律 也更为简单 事实上动物在面对危险的时候 几乎全部都是依靠恐惧催生的直觉 所以呢动物比人类更懂得如何应对 瞬间的危险 都在察觉到危险信号的时候 从来那都是不假思索呀 直接做出了逃生反应 相比之下 人类往往就要慢半拍 因为人类习惯了啊 事先判断一下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危险呢 怎么处理危险会更好啊 要不要现在就处理呢 很多时候啊 这些个思考就错过了最佳的反应时机 可能会让结局变得更加的糟糕 所以啊 这作者呢就建议 当你感到恐惧的时候 就不妨听从直觉的声音 因为在处理危险方面 思考是走 而直觉呢 是非 欢迎回来 恐惧的价值在于它可以激发直觉 飞速 做出反应 不过呢 这也是有前提条件的 直觉 它需要有充足的信息积累 所谓巧妇难为五米之催呀 大脑如果无法提供充分的信息材料 那直觉呢 也很难在危急时刻发挥作用 这本书啊 就为人们利用直觉预感危险 提供了不少的信息材料 那大量的案例啊 显示 危险分子在言行举止上 它就存在一些共同的信号 比如 强拉指关系 摆迷魂症 堆砌细节 贴标签 无视拒绝 等等 说广东有一位贺女士 她下载了一款社交软件 有一男子呢 主动加了她 用各种土味情话呀 来逗她开心 这男子啊 也主动透露了很多细节 比如她带名表 住海警房等等 这就让贺女士呢 觉得她是一个有钱的成功人士 在取得贺女士的信任后 这男子就故意说 看得出来 你需要帮助 这句话呀 就击中了贺女士的心 她把找不到工作呀 为经济发愁的烦恼啊 一五一十 告诉了对方 之后 这男子就推荐贺女士 购买一款理财产品 头几个星期呢 也确实赚了一些小钱 她很高兴 就把所有的积蓄呀 都买了个理财 但很快就亏完了 贺女士感觉受了骗 就不再想搭理这个男的 但是呢 对方三番五次向他表示 我也亏了钱 请您相信我 我一定会想方设法 把我们这个钱啊 赚回来 这贺女士啊 又按照她这个提示 向亲朋好友借了十几万 继续呢 买理财 结果有一天 理财平台突然就关闭 这男的呢 人间蒸发了 我们来回看一下 整个过程的几种可疑的信号 首先 就强阿扯关系 这男子主动搭讪贺女士 这就是一个可疑信号 我们再来说一说 百迷魂症 该男子使用的是情感诈骗的惯用手段 土味情话 那接下来呢 就堆砌细节 该男子 他不直接告诉你 我有钱 只是通过不经意的一些细节 让你发现这个秘密 这种方法呀 可以给了一种 无意中捡到宝贝的暗喜 让人更愿意信任对方 还有堆砌细节 另外还有一个功能啊 就是可以打断对方的注意力和思绪 降低他的判断能力 突然呢 更容易上钩 所以啊 如果有人在和你交流的时候 不断地抛出这个琐碎的细节 你就要当心 要注意了 这个人很可能在说谎 再来说一说 贴表情 对于他人的评价呀 人们一般会有两种反应 要么表示肯定 我就是你说的那样 要么呢 反驳 我才不是你说的那样 甭管哪一种 人们都会 不自觉地用自己的个人信息进行证明 而这恰恰就中了骗子的圈套 你像这一起案例啊 骗子就用你很不信需要帮助这么一个标签 套出了贺女士的需求 然后根据这些个需求设计下一步骗局 我们最后来说一说无视拒绝 他无视贺女士的拒绝 软磨硬炮花言巧语 把贺女士呢一步步啊 推向深渊 总之 面对陌生人 如果捕捉到了这些可疑信号 你就要提高警惕了 这书里边呢 有这么一句话 在正常情况下 一个对你没有任何歧途 不想从你身上获利的陌生人 不会贸然接近你 欢迎回来 事实上不光是陌生人 有时候啊 熟人也危险 对陌生人 我们还比较容易提前做出一些防范 但是面对比较熟悉的人 就没那么容易了 针对这种情况 这本书提供了一种方法 帮助人们预感身边人的潜在危险 这方法呀 叫四维评估法 就是从四个维度 来评估他人的暴力倾向 分别是正当性 替代选择 还有施暴后果 以及施暴能力 首先就是正当性 也就是说暴力行为是否合理 施暴者往往会给自己的行为 按上一个所谓正当理由 那第二个维度呢 替代选择 这说的是除了采取暴力之外 有没有其他替代的方式 要知道 实施暴力 也是为了达到某个目标 如果有其他替代办法 可以实现目标 人们可能就不会选择暴力了 但是当一个人 在无计可施 穷途末路的时候 诉诸暴力的可能 那就非常大了 第三个维度 施暴后果 在采取行动之前 施暴者呀 他往往会暗自衡量一下后果 看自己能不能承受 要付出的代价 如果觉得他承受不了 他就可能克制自己 不过当情境发生变化 代价变小 施暴的可能性又会增大 最后一个维度 施暴能力 如果施暴者觉得一拳 就能打倒对方 那采取暴力行为的可能性就很大 对于四维评估法 有这么一个案例 说一男子 喜欢上了一位女同事 他就努力啊 追求 但对方呢 一直不同意 甚至啊 都闹到公司出面来处理 后来 这男子给女同事 寄了一封信 这封信 让女同事 感觉有一点恐惧 直觉就告诉他 这男的 可能会暴力伤害他 事实上 他的直觉 没错 虽然这个信啊 主要内容 是表达歉意 但是呢 里面的一些细节 却透露出危险的四个维度 首先 这男子 在信里表示 如果自己被公司辞退 那就怪这女同事了 这就为他做出危险行为 找到了正当性 其次 他说自己已经被逼上了绝路 如果女同事不肯跟他和好 就只能死破脸了 也就是说 他的替代选择非常有限 很可能 采用暴力解决问题 那对于施暴后果 他也做好了准备 什么变卖房子 抛售了股票啊 以此承担要付出的代价 同时 他还展示了施暴能力 因为他知道 女同事的家庭住址 并掌握了他的日常行踪 四个维度分析下来 这男子施暴的可能性 就非常高啊 事实也证明如此 没过多久 这男子被公司辞退 他在气氛之下暴力袭击了女同事 幸好啊 这女同事早有防备 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很多时候啊 这危险的种子 就潜藏在 人们的言行举止当中 当你感到莫名的恐惧时 那就要认真对待这个直觉 也许一个简单的信号 就能帮你逃离大的危险 用心聆听自己的恐惧和直觉 你将拥有化险唯一的智慧 好 欢迎回来 恐惧让人感觉不舒服 但是呢 它能够让人在面对潜在危险的时候啊 提高警惕 做好防范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 独保姆的话题 独保姆虽然是极少数 但是呢 这些少数人的恶劣行为 为保姆行业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少人在选择保姆的时候 那内心啊 暗藏着忐忑和恐惧 生怕一个不小心看走了眼 有些雇主呢 因为急于找到保姆 往往会把关注点啊 集中在眼前的需求上 那其他方面呢 就自动忽略掉了 这就有可能埋下隐患 这本书呢 就建议 在选择保姆的时候 必须要考虑全面一些 如果能运用人性八个支点来综合考量 或许会让你的选择安全的多 心理学认为 人性啊 有八个支点 分别是 一 每个人都渴望和他人建立关系 二 失去令人悲伤 因此我们竭力要避免失去 三 没有谁喜欢被拒绝 四 所有人都希望得到认同和关注 五 为了追求快乐 我们会努力 但为了避免痛苦 我们更会不遗余力 第六 不喜欢被嘲笑 或者呢 羞辱 七 在乎他人的看法 最后 八 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生活 对于正常人来说 人性八个支点 那基本还是稳定的 这种稳定的状态 可以让人们呢 很好的遵循社会规范 但 如果一个人 他这个人性支点 出现了部分坍塌 那么他就极有可能 做出极端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 人具有较强的隐藏能力 不做深入分析的话 很难从表面 看出这个人的人性支点 是否存在坍塌的问题 那么该如何利用人性八大支点 来识别这个独保母呢 咱们来看一个案例 有一位雇主啊 他为家里的老人 请保母 在面试一位应聘者的时候呢 这对方不但迟到了 态度呢 也是漫不经心 这雇主的内心 莫名涌出了一种恐惧感 觉得对方可能就存在问题 他就想拒绝对方 换其他应聘者试一试 但这位应聘者 死皮赖脸缠着他 说愿意试用一天 这雇主心软 就答应了 这位应聘者 干完了一天的活 当场就要工资 这让雇主啊 感到有些意外 而且呢 感觉到更加的不安 于是付了钱之后 拒绝了这位应聘者 后来经过打听 这雇主得知 这个应聘者 独自一人 在外地喜欢独来独往 曾经因为盗窃坐过牢 还存在虐待老人的前科 其实啊 从很多细节 就可以看出 这位应聘者的人性支点 已经出现了不少问题 比如 他不合群 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对别人的拒绝 不当一回事 还有对自己不恰当行为 不会感到内疚 等等 这些行为 明显有为八个支点 可以说 已经出现了部分 人性坍塌 这就比较容易 让他逾越社会规则 做出危险行为 事实上 新闻报道里的独保姆 比如广东谋害 多位老人的何某某 还有杭州纵火案的默某某 也都是由于家庭等原因 造成严重的人格缺陷 导致他人性支点坍塌 所以在服务过程中 实施了极端行为 所以啊 人们在选择保姆的时候 就不妨尝试着 依靠直觉判断 再加上 人性八大支点的综合考量 小心把关 远离独保姆 欢迎回来 现实生活中 有一类人呢 挺可怕的 那就是甩不掉的牛皮糖 那他们当中 有卵模硬泡的吹消员 有死皮赖脸的追求者 有纠缠不休的前男友等等 牛皮糖 他有一个共性 就是咱们前面说到过的 一种可疑信号 无视拒绝 甭管你怎么拒绝他 他对方始终啊 他都不肯放弃 更麻烦的是 如果你拒绝以语气啊 中了 刺激到了他 有可能导致他升级烧脑 实施报复 面对牛皮糖 很多人啊 可能会尝试劝说啊 试图改变对方的想法呀 或者行为呀 但是 这么做 往往不奏效 反而呢 会让对方觉得你啊 是在考验他 或者呢 跟他讨论交流 于是呢 更没完没了 展开他的攻势 这本书就认为 剔除牛皮糖的关键 就是要彻底 切断联系 因为每联系一次 那都是给自己 增加被骚扰的可能 你要不少案例显示 受害者和骚扰者 相约再好好谈一次 或者再见最后一面 结果呢 往往以暴力作为终结 那不少电影啊 文学作品啊 都有类似的这个场景 执着的小伙子或者姑娘 不肯放弃心上人 要求 啊 再见最后最后一面 结果呢 就是这最后一面 发生了意外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 难道在你的心目当中 爱一个人 就是为了毁灭他 我不管 我不管 如果我得不到 我所爱的女 我宁愿这样 如果我得不到 你所爱的人 你就情愿去毁灭他 这不是爱 这是战友 你为了满足这种战友 愈愈去毁灭你自己 和别人 让真正爱你的人 为你伤心流泪 你认为这值得吗 别说了 王胜林 你没有你心里一生 那一套对我 没有 没有 我告诉你这没有 我要让你一起死 我 子清 子清 不要 子清 不要 子清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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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人把牛皮堂的穷追不舍 误以为是浪漫 觉得因为深爱才会这样 其实追求者的狂热 并不意味你在他心里 在他眼里有多么重要 这只说明他的偏执和混乱 他爱的可能只是一种征服别人的满足感 另外 当牛皮堂变成报复者 我们该怎么办呢 首先要学会识别报复的潜在信号 准备报复的人 他通常有这么两个特征 一是固执己见 二是认为别人对他充满恶意 在报复者的眼里 别人提出的意见 那都是在攻击我 在羞辱我 不难想象 这种人一旦得不到他想要的 就很容易失控 通过暴力达到目的 很多人由于怕刺激到报复者 还有人气吞声百般的迁就 这种处理办法 表面上似乎避免了矛盾 可实际上却是在重容他们 这本书就认为 比较合适的处理方式 是迅速并彻底斩断关系 在斩断关系的过程中 需要注意这么几点 一 要找到充足的客观理由 让他觉得被拒绝是由客观因素造成的 这样可以缓解他的怨气 另外 不要拖延 要快速切断联系 因为时间拖得越长 对方就陷得越深 就更加不能自拔 总之吧 对于牛皮糖 越是心软 他就粘得越牢 有些痴情的牛皮糖 会用黑格尔的名言来美化他的骚老行为 说既折磨别人 更折磨自己 就是爱情 但是习要提醒的是 黑格尔这句话呀 人家还有前半句呢 那就是 只折磨自己是单相思 只折磨别人是虐待狂 欢迎回来 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熊孩子 有时候熊孩子身上散发出来的危险气息 也挺可怕的 你看前不久 一个十岁的小男孩踩着平衡车去做核酸检测 工作人员就提醒他 平衡车会影响到其他人 结果呢 这男孩是大吵大闹 还扬言要拿菜刀砍人 当然孩子并不是一出生就这么熊 这也是啊 后天养成的 事实上孩子的成长啊 就是一个建立人性支点的过程 咱们讲过人性八大支点 如果家长能够帮助孩子建立好这些平衡支点 那么他们就可以形成良好的规则意识 更好的融入社会 然而有些家长的教育方式啊 把孩子的人性支点搭建的是东倒西歪 在他们这个人际交往中啊 出现一些过分的严行举止 甚至呢 无视他人的生命安全 你像之前说贵州啊 一个男孩因为嫌这个墙外施工炒 影响到他看动画片 他竟然用小刀啊割断了工人的安全身 幸好被及时发现是工人啊 安全获救 应该说 孩子之所以敢做出这样危险的行为 很大程度上都源自家庭教育的疏忽 如果小孩的言行让人感到恐惧 家长要警惕起来 并及时进行引导 否则呢 听之认知极有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 这本书建议家长要培养孩子这么几种能力啊 首先呢 是共情能力 就是设身处地啊 理解别人的处境 体会别人的感受和需要 并向对方表达关注理解和尊重 另外就是这个遵守规则的能力 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啊 树立一些个小规则 比如啊 去一次超市呢 只能买三样零食 一个月呢 只能买一个玩具等等 以此呢 来促进孩子 学会遵守规则 同时呢 要让孩子明白 如果从别人手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要记住 要感谢他人 如果得不到 也要欣然接受 毕竟这个世界的人和事 不可能总是围着你转的 心理学家爱丽丝米勒说 要消灭暴力 必须从每个婴儿一出生就开始 因为只有从小体验过爱与尊重的生命 才懂得如何去尊重其他生命 作为家长 有责任帮助孩子 学会如何与这个世界和谐共处 学会尊重他人 关爱他人 咱们就希望啊 孩子的未来 能少一些对于危险的恐惧 多一些平安的幸福 好的 这就是今天的读书料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五晚上八点老时间 读书料理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听你